我们家的孩子 他从医院出来 我们就买了安全座椅 所以他等于出生第二天第三天 就在安全座椅里 但是到今天十一个月 他就哭了十一个月 就只要搁在安全座椅里 他就哭死给你看 就像孙茜说的 我们好多家长 其实都有这样的困扰 不是我不知道做安全座椅 但是这个安全座椅他也买了 但是孩子就是不爱做 怎么办 所以其实要让孩子 这个能他的事做 他前期是有训练的 那前期的训练 就是让这个孩子 这个阶段天天跟这个安全座椅为伴 吃饭也坐着他 人在椅子在 椅子在人在 这是一个点 再来就是最近 比如说孩子喜欢小猪佩奇好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今天佩奇跟你一起 都要系上安全带 所以有一些情节的导路 孩子会喜欢 那再来驾驶后面那个椅子上 孩子正好是面对着的 你前面可以贴很多东西 拴一些什么玩具 总而言之 你把那个安全座椅 当成是一个孩子 小型的一个游乐园一样 其实我真的要说 我们的生产安全座椅的厂家太笨 只想到让孩子怎么能被动接受 没有想到怎么样能让孩子主动去喜欢 我真的支持刚刚李瑞 还有你们讲的 这个做安全座椅的人 不能光想到安全的问题 如果配合不到孩子心理的发展 包括色调的一些发展 你弄个黑不隆东的东西往那一做 谁都不喜欢 我们还能够到 我们的心理的 我们的心理的 感谢 我们的心理的